今次的宣言報告當中 另一個相當之令大家觸目的問題 就是關於中學階段的一些津貼轉型 會不會帶來任何好處呢 這些津貼包括了生涯規劃的津貼 還有一個高中的課程支援的津貼 這兩個津貼 生涯規劃津貼 是一個很近期的一件事 只是做了一年 現在希望將這兩個津貼歸納了 然後變成一個常額的職位 預計每間學校可能可以提供 大約兩個常額的職位左右 司令報告表示應該可以提供 一千個常額教師的職位 由於他的表述方式 可能會令到社會人士以為 現在會請多一千個老師 但實際上這個是非常錯誤的看法 因為並不是提供了一千個老師 他只不過是將這兩個津貼 本來是現金津貼 變成了一些職位 於是這些新的常額職位 他預計有一千個 我們預計沒有那麼多 但是細數我們不在那裡爭辯了 但是同時間他會削減了 他作為現金津貼所聘請的一些合約教師 削減的合約教師有多少呢 我們就這樣憑一個很粗略的估計 譬如說生涯規劃津貼 是每一間學校拿著這筆筆 50萬的津貼 很多時候是請兩個 甚至乎有些是請三個合約教師 或者是教學助理的 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每間學校的比例不同 那麼他的計算呢 就是每一班呢是有0.1 那麼合起來呢 有些學校大一點的話呢 他會有是有多一點 有些學校小一點呢 就會少一點 但是呢都會利用這個的津貼呢 是會請超過一個的老師 那麼如果將這些津貼 轉做常額的話呢 可能呢是會有 每一間學校呢 有兩個常額的老師 但是同時間呢 是會有五個六個的合約教師呢 是需要呢 是就是裁走的 是沒有辦法呢 是繼續續約的 那麼就是說呢 一來一回呢 其實呢是會帶來一個是老師人手 可能呢是會減少 那麼這裡有幾個問題 第一 其實政府要處理的問題呢 是第一呢 是教師是否同工同酬的問題 現在很多的年輕老師呢 是入了職做合約教師 他們做的工作 和常額教師並沒有分別 但是他們的職業的保障 和他們的薪酬待遇 和他們的將來的前景 都比常額教師差得太遠太遠 所以將他們的合約教師轉為常額 我們覺得這個是必定合理的一個做法 必須要做的一件事 但是與此同時 我們也都要看到 就是現在的學校呢 是將這些津貼 來請超過一位的老師呢 其實是反映了學校需要大量的老師人手 來應付新高中課程 或者是交流團 或者是其他各種各樣的新的一些工作項目 那麼這些新的工作項目呢 是需要大量的教師人手的 所以我們要保持現在的教師的人手 那麼如果按照現在政府的做法呢 他就做不到這件事 那麼就會削減了學校的實質的人手 對於學校的教育質素 會帶來一個非常之負面的影響 其中一個負面的影響呢 將會是很多學校的選修科 將會是收縮 現在呢 在這幾年呢 我們都看到學校開不了足夠的選修科 給學生選擇 如果學校裡頭的人手還要減少的話呢 很多學校的選修科 將會再進一步萎縮 但是政府現在就說 希望學校開多一些選修科 對學生來講 開多一些選修科 我們是同意 應該是這樣做的 但是學校裡頭 根本沒有足夠人手的話 怎樣開足夠的選修科呢 第三個問題呢 就是 對於年輕的教師來講 我們會見到 如果政府只是採取這個做法的話呢 它會帶來的後果就是 年輕教師的入職機會減少 即使入職的話呢 都可能會被裁走 對於年輕教師 那個本身會帶來一個非常之大的影響 而且對於整個的教師隊伍 那個承傳 也都會帶來一個非常之惡亂的影響 我們現在已經非常之擔心 青黃不接 會有斷層的危機 如果政府做這個做法的話呢 我們擔心這個斷層危機 會進一步嚴重化 所以實際上 我們對整件事的評價呢 就是 政府並沒有使用到額外的資源 只不過是把現有資源呢 好像玩財技一樣呢 就希望解決了這個同工不同酬的問題 但是由於 它不肯使用額外的資源呢 所以它解決同工不同酬的同時 是會帶來了嚴重的副作用 我們覺得政府呢 應該是採用了 是更加靈活的做法 是提供多一些的資源 來到是確保每一間學校的人手 是可以保持穩定 年輕的老師也都無需要 因為這個政策上的變化呢 導致到它是會工作不保 那麼這個是政府短期內 是應該要做的 就是除了要做這個常額化之外 應該是提供資源呢 來到是確保學校的人手 還有是年輕教師的工作穩定 長遠來說 或者用回我們這個 長遠來說我們說的呢 就是說 這個現在政府的做法呢 就是治標的做法 治本的做法是什麼呢 就是應該呢 是將學校裡頭 究竟需要多少人手 去重新做一個完整的檢討 去做一個編制上面的檢討 令到呢 是我們的學校呢 真真正正呢 是請到他們 足夠數量的常額的老師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我們在第十八點的建議了 就是我們現在的初中和高中 那個人手的編排呢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舊的安排來的 已經不能夠呢 是對應到呢 現在我們呢 是新高中 和呢 我們中學裡頭呢 是整體那個工作的壓力 每間學校實際上請的人數呢 都不是1比1.7 不是1比2 而是呢 政府 根據政府的統計呢 實質的班斯比呢 已經是1比2.3 我們覺得 應該進行一個認真的檢討 然後呢 去決定 一個合適的一個比例 這個才是一個 治本的一個方法 所以短期內 希望他能夠呢 是由一些措施 確保到年輕教師不會有裁員壓力 學校不會有人收減少 這個治標要得力 進一步 治本要想辦法 而重促開始這個教師編制幾個劍圖 那我將這個時間交給會長 好